学习弟子归之成果岂是对欲亲近的人欲容易疏忽爱 胡晓琳讲述 有一次 我的太太在家里给孩子复习功课 我推门进去就问她某人的电话号码 她就不高兴 她说 孩子的教育你也不管 成天躲在佛堂里烧香念经 要不然就绕佛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孩子的教育全在我身上 我们礼拜天就这半天上午要复习功课 你什么时候不能问这个电话号码 偏偏这个时候问 我们十二点钟复习完了 你再问不是一样 你住籍的事情就要先办 你根本就不管别人 我出来就安慰自己 一切法得成于人 我修忍辱波罗密 他这魔训我 是帮我消业障 成就我 我修忍辱 消业障 我是承愿再来 他是凡夫一个 让他看弟子规的幸福人生讲座 他就是不看 我脑里想的全都是别人的问题 一旦跟别人发生冲突 一旦别人不接受我的一线 一旦跟别人不能相处 我就用一大堆弟子规的概念 理论 方法来保护自己 从没用弟子规对照自己的行为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扰 人家在给孩子复习功课 我心里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不管别人的处境 推门进去打断人家的复习 人家正在听写 你要电话号码 怎么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自己明明做的不符合弟子规 不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做的不对 反而拿理论来保护自己 我太太骂了我 就是帮我消业障 从理上说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我这个自私自利的根末拔掉 下次人家复习功课 我还会推门而入 还继续让人帮你消业障 你的业永远去不了 这个业一直消到你往生地狱 你天天让别人生烦恼 你天天让别人跟你在一起紧张 你天天让别人跟你在一起不自在 天天在积累业障 天天在犯罪业 还有我的太太特别爱前景 小孩活动多 容易出汗 常放一池子水给孩子泡澡 他们都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洗 为什么 躲住我 因为他们一洗澡 我就跟他们说 孩子这一辈子用多少水可是定数 你是他亲娘 他这一辈子用一百吨水 如果十八岁以前全用完了 他就活到十八岁 我的太太特生气 行了 洗个澡挨你这顿数 你没学弟子归的时候 你都泡了五十年 你儿子才泡两年 你就不让人家泡 我也学佛 也学弟子归 我怎么所在之处 除了让人家讨厌 就是躲住我 我出发点是好的 劝别人的道理都是对的 为什么总是达不到目的 为什么总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因为心不清静 产生不了智慧 因为有自私自利 心是染污的 所以把自己放下 拓宽心量为别人助想 把爱情回到这心里 爱心的启用就产生智慧 左右逢源 头头是道 这是我真实体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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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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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